重要 因為現在不是只有一個東西 只有三個東西 所以我們要講到一些構圖上面的東西 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說 構圖來講的話 我們一般齁 我們今天一定是畫好的嘛 那 特別的狀況就是坐在兩邊的同學 你可能可以畫紙 這是可以畫的 那千萬注意的話就是說 三個東西以上 你開始要注意到它的那個點 它的立足 我們講那個 站的位置 那個點 不能有任何兩個東西 剛好是在一條線上 什麼叫做在一條線上 例如說 今天畫的 這邊也會講 它自己的 我們講一個基本的 就是構圖的理 的觀點就是說 例如說 我們這樣畫東西的時候啊 兩個東西 一個東西 兩個東西 剛好畫在一條線上面 有沒有 剛好是一條線 因為你畫在一條線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 它就沒有前後 它是不是就沒有所謂的前後之分 那如果說 一個上 一個下 那有可能會 它是站在它的後面 或者是說 它在下面一點點 它就站在它的前面 那像這樣子的話 你在畫的時候 任何兩個東西 這個點 剛好 不可以在一條線上面 第一個是最基本的 一定要做到 那第二個 這樣畫其實還是不好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畫太高 感覺它肥起來了 那最好的狀況當然是說 你可以擋住它一個腳 對不對 你擋住一個腳 基本上就代表它一定是按在前面 這是不會變的 這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 可能 要嘛你就離開一點點 要嘛你就 稍微擋住一個腳 那你那個擋住腳 也是要有技巧 也不要剛好擋這樣 剛好把整個腳都擋掉 因為你這個腳擋掉的時候 我們還是看不出它的 到底是站在它這裡 站在這邊 其實是看不出來 那你稍微露出一點點 像是狀況之下 其實會是最漂亮的 那這樣它一定會有空間桿 你這兩個 擋起來就是空間桿 好 那這樣也是 這是一個 那不能騎下也不能騎上 因為你騎上的時候又變一樣 所以說基本上 盡量不要騎下也不要騎上 好 那如果說萬一真的不行的話 那至少不要騎下 那個點 盡量不要在一起 好 那注意我們畫的原則 切上不切下 好 例如說 我們 目前東西都還好 如果將來你們遇到的像對面的畫那個 腳的時候 好 你不要把腳下面切掉 好 例如說畫一個腳 你不要把腳切掉 你可以切掉上面 但是一定要把腳指頭露出來 因為你露出來它才會有那個地竹的點 它才 它才 我會覺得說下面都要補到哪裏去 好 這是我們畫的節目 當然整部只有畫頭 這兩隻畫腳 好 這是 這是不一樣的 所以要特別注意到 那第二個 邊跟邊不可以相接 好 一定要記得喔 邊跟邊 譬如說一個方形 那 這個 腳椎 你剛好要彈不彈 剛好在這個腳底住 他感覺好像他把他頂起來 用牽板把他頂起來 好 要嘛你一定要遮這一腳 要嘛你就離開一點 千萬不要兼備 那個邊接邊 這很危險喔 任何只要邊接邊都會產生視覺上面 互相推進的效應 他並沒有空間感 所以你不在畫的時候特別注意 只要是邊接邊 你一定要想辦法把他抹開 那記得 你不可以跟我說 他就是這樣 因為 他本來是這樣 你自己要去移動 好 所有的我們在畫的過程當中 所有的東西都是給你參考而已 並不代表你要照著畫 因為如果要照著畫 那我們就照相就好 不需要畫 好 一定要 千萬要記得 就是說 你所有東西一定要去挪動他的位置 好 這是 你可以做的事情 因為你唯一你去挪動之後 他會變得更漂亮 還有就是說 或是的點你可以自己去抓 那這些都是 可以給你參考用的 那你都可以自己才去做變化 好 那這樣整個畫起來的話 他變化性才會夠 好 那幾個構圖的技巧 就是說 好 線 好 不要邊接邊 那也不要做串連的動作 你不要串連 你剛好看起來就是這樣 有可能 好 例如說 可能在那邊同學看起來 就會變串連 一旦你做了串連的動作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它視為一個東西 就不會變成是兩個東西 而且你很難能去表現他所謂的情厚感 所以千萬不要做串連 這個 這個叫變串 這個叫串連 好 要記得 就盡量去避免這些 構圖上面的一些 比較方便的地方 那當然構圖的方式有很多種 就是說 例如說 人家講的 三角 三角的構圖法 剛好三根講 那一定記得 不管是哪種構圖法 你一定要記得 你畫的東西就是一定要有一個接受感 高低 高低 千萬不要是皮的 或是 或是 佔蠻整個方式 因為這樣子的話 其實讓我們的視覺 沒辦法去集中在 中畫 畫心的點 好 那我們講的這個 盡量 畫圖的部分 例如說 你這個把它 裁成一個 那個 九宮格 那大部分 這四個角 應該是我們擺東西的重點的位置 那所有的東西 一定要剛剛好擺在正中間 好 千萬記得 除非你今天畫的只有一盆畫 好 那當然沒得選 就是 擺在正中間 因為 像這個東西 你只要擺在正中間 它會有一個作用 我們畫面會一分為二 就切割開來 然後它就變切割開來 所以盡量不要把 一個 這個最主要東西 搞 放在正中間 這是禁物啦 那人像那個當然 並當別論 那這些禁物的部分 你那要千萬 盡量去避免它 那如果說 譬如說兩個 兩三個東西 記得 就是我講那個 三三兩兩 現在是三個東西 所以 你不要三個東西 剛好連接的都 差不多 是不是 兩個稍微近一點 一個稍微開一點點 或者是一個稍微連緊一點點 那個稍微 也開一點點 都可以 你千萬要去移動它 你不要分配的 一二三 所以像拜拜 三豬巷 餐劇 剛好 但是這樣也不是很好 千萬記得 那空間要抓 要有書有密 只要去分布那個整個空間感 那你整張構圖才會好 那接下來是 這是 構圖的部分 那接下來是光源 光源也是構圖的一個部分 例如說 你整張構圖的 亮暗的比例 例如說 3比7 6比4 那當然是不要剛好是55 就是說 你那個亮暗的對 的比例一定要去切 那當然最好看的 大概是3796 例如說 7分是亮的 那3分是暗的 或者是7分是暗的 或是3分是亮的 都可以 但是千萬就是不要做到55分 因為55分對於整個 光明暗的分布 其實也是構圖的部分 不是 形狀 不是只有形狀而已 就從一剛開始的構圖 到構圖整個分布 明暗的分布 那其實它都是屬於 構圖的一塊 千萬大家不要把它 分開要以為 只有形狀才是 構圖的一個部分 那其實這個都是重的 大家稍微要注意一下 那我們先開始就是 整張都要 全部都要畫 不是只有畫單單一個東西 那 通常喔 因為我們的畫 那既然是那個桌面的部分 是這條線 桌面線 這個平面和這個平面的線條 也是 跟 東西不可以在正中間一樣 它也不可以剛好是 一分為二的狀況 也是不可以這樣 因為你一分為二 它 一樣 就切開了 所以這條線 要嘛就低一點點 要嘛你就高一點點 不要打到認真中間 那 怎麼要去分別 它要低 它要高 就看你的進入了定 譬如說 今天你說的幾乎都是比較矮 那你當然就可以畫高一點 因為剛好說畫得進去嘛 就會分出這個就看看好 桌面整個空間的根部也比較寬闊一點點 那什麼時候要低 就是 當你有一個進入是很高的時候 例如說 有一盆花 例如說有一盆花 有一盆花 那這邊有一些進入水果啊 這樣子 那就會看看好 所以說 這個 購圖上面的高矮 桌面的高矮而定 那就是視你的進入而定 當然你的視角也會有差 就是 看你 你自己的 決定 那這邊 其實要注意的話就是 構圖上面 這個是 我一直在說是 在畫圖的時候不要急 先 不用急著做起來就開始猛畫 先花一點時間去觀察 然後 在你的畫上面 畫質上面去做打量 稍微去看一下 那稍微做個 心理稍微感覺 就像自己畫了一張書 再印象把它印上去 這樣 那你 大概 就會發個不理事 不然的話 你如果知道你畫到最後 就沒辦法收拾的話 你會花更多時間去做 這樣這是一些基本構圖的概念 這樣有沒有問題 稍微想一下 因為其實這不難 就知道了 谢谢大家